了解了NQTT之後 現在就來用一下Android這個APP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軸就是要做管控語蕎 管控語蕎代表有很多資訊要呈現出來 如果說你要自己寫網頁 老實講是比較麻煩 也不是都做不到 但是說你要有更多的時間去做學習 了解這些元件 你要怎麼去設參數 現在已經有人幫我們把比較常見的做出來了 在這個Google Play上面 我目前有試的這個跟這個 效果都OK 這裡有提供六種 這裡它提供的更多 它提供的功能會更多 不過沒有關係 您可以先安裝起來 點到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直接用關鍵字找到了 應用程式在這裡 界面看起來稠稠的來 但是您看一下 這個是Welodino創辦人Mati 他最近的延期所分享的影片 有沒有用擦過 擦過距離是會變 所以您有看到有個東西在這裡 有沒有這個距離是不是顯示在這裡 這個是按鈕式的 電燈的開關 你可以用顏色標示也可以 這樣了解 就看你要顯示什麼資訊在上面 我就一個一個下來就好了 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OK 了解了之後 我們實際來做看看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在85頁這邊 因為這個是Welodino公開的 MQTP12 所以等一下我在設定的時候 我需要連到這台12 帳號密碼 沒問題 會不會丟喔 這是UserName跟Password 所以待會我們只要在12個地方 輸入這個就好了 那麼現在 您把這個 打開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做的 包括你現在系統的時間 我們溫度亮度 開關 都有 我們先看下面這邊 它的設定 老師的這個APP 打開了嗎 好 您看一下 我現在在手機上這裡 我已經先設了一個 有沒有 我在上面 裡面進來 這都是空的 黑黑的一片 老師平常用到這種APP 應該就直接 離屬了 不然會有點擔心太大 你是不是有問題 好 然後你看我點進去 這個點進去 有沒有這個 對不對 這個是昨天我測試的時間 它會記錄最後 然後這裡 我忘記我的手壓 那如果溫度有變 或者流氓有變 這邊就是即時顯示出來 即時顯示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 你要怎麼做 現在呢 你這裡都是空的 所以請你到右上角 這裡 是不是有個加號 這裡有個加號 按一下 按一下 是3點 然後要按 蛤? 3點 什麼意思 看是3個點 你們的是3個點嗎 對 對 不是這個嗎 不是這個嗎 我是3個點 唉唷 老師你的是哪一個牌子的 我還選送耶 送你耶 送你 好啦 那個可能只是那個 那你點了之後 跟我一樣嗎 我點下去 會出現這個 這個 他有一個 Rerange 跟Add 我是三個點 三個點 應該是進去另外的吧 對 MQC 應該會變這個 我的點進來 會像這樣子 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對啊 我點這個是 跟 這個 好 然後你點了之後 有沒有 來 這裡是不是有個名字 對 這個就是 如果你設定好了 你看像我這個 有沒有 就有一個Demo 這個名字 它只是你設定的名稱 所以你要用中文 要用英文都可以 那個不一樣 可以啊 可以啊 待會我可以改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也可以改 嗯 對 好 你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打上你的名字 就是這個專家的名字 重點是下面那個 address 就是我們的 mqtt server的位置 所以你要打什麼 各位老師知道了吧 一模一樣 就是下面那個 就是簡報 剛剛85月那個 mqtt1.webdino.io 好 然後那個 破號 它現在都是用1883 預設子都是1883 所以不用改 除非說 有些公司 他可能比較特殊 去把它改掉 就跟我們網頁一樣 網頁預設的 網頁破碼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麼你 這裡設定好像在往下 往下 有沒有看到 那UserMent跟Password 有沒有 使用者的名稱跟密碼 就是我右手邊的 為什麼Dino 不好意思 手機上打字 大概都很慢 我會等你了 那麼如果你打完之後 它下面不是有一個 叫做KnightID嗎 這裡 有沒有 那個就是 你這個專案專屬的號碼 就是它來辨識用的 所以原則上我們就不改它 因為它會隨機產生 那你再往下一點 往下一點 這裡是不是有什麼 Small Medium Large 這個就是那個 你在外面的時候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 這個區塊的大小 那個區塊你要大一點 你小一點 所以原則上你用中的 應該這樣是OK 如果你坐到這裡 恭喜你 你就已經設定了 也就是說你如果按下去 儲存 怎麼儲存 右上條 是不是有個磁鐵片 年輕的是記憶卡 我們這一代的是磁鐵片 存下去 它會馬上幫你連線看看 如果你有打錯 它會告訴你 Tanet fail 就是連線失敗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看看 確認一下 如果沒有任何訊息 那就恭喜你 就是已經連線成功 因為它只要點進去 就是這個地方 點進去 它馬上就會 幫你做MQTT Server連線 有沒有 老師出現連線失敗 如果連線失敗 請從這邊 你看我怎麼設定 在這裡 對不對 這裡 請你按住它 用手按住它 不要怕 有沒有發現可以編輯 按住 就是按住項目名稱 你就可以重新進到裡面去 就可以重新再改一下你原本的設定 這樣子 好 如果沒有時間 我們就要繼續往下設定 其實我們進到這個簡報88頁 因為它目前提供了六種類型 成文式的 比如說只是顯示傳遞什麼訊息 我收到了 之類的 就是這種 另外有開關式的 開關式的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移調版式的 看你的Range是多少 然後有多選題 有圖片 有顏色 那原則上其實你會用前面三種就夠了 因為主要就用這幾種 就用這幾種 所以我們先看看第一種 文字的 文字的 你看喔 來 那怎麼加 從上面這裡 好 請看這邊 在這邊 我現在點到它裡面去 好 點進來了 在右上角有一個加號 楊老師你還是點點點嗎 對 好 沒關係 你就認點點點 對 有沒有看到那六個類型跑出來的 有 對 所以你點一下文字 Tex 好 一樣的 它就說 你的設定 這個要叫什麼 名字 自己定 你自己看你要叫什麼名字 好 用中文 也可以 用中文也可以 出現在這上面 對 對對 我給你看一下它呈現的樣子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我這裡有個叫Tex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日期 時間 先 純粹文字去顯示出來 文字去顯示出來 你這個 像這樣就好 那我們現在重點 在這邊 你看 這邊 進去裡面 要編輯 我也有個文字 可是這個文字要從哪裡去接收進來 我剛剛提過 如果你很單純的 我們在這裡 是不是只要 像這樣 就一個頻道的名稱 就好了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這裡有個寫鍵 因為我現在要場地比較多資訊 我希望我能用團個頻道 但是我後面 給它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主題 可以上前主題的名稱 比如說我T1 專門用來接收訊息的 所以只要有消耗性 我們就接到這檔 只要發送的時候 送到這邊就好 然後呢 如果T2 我可能都是控制電燈開關的 那它總是負責傳送1 傳送0 這樣子 這樣OK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例如說你自己訂 因為每個訂的都不一樣 我現在是訂T1 你可以跟我不一樣 這樣就好了 文字的很單純 就只有這樣 那麼它下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 Enable Publish 有看到嗎? 這個就是說 我除了接收以外 我也可以送出去 透過這個頻道 跟那個主題 我也可以送 就是可以收也可以送 如果你不想讓它可以送 純粹只有接收的 你可以把這個關掉 這樣它就不會 反送一個訊息回去 這樣沒有點 只是我想我們預設子應該是可以勾起來 另外你可以看到它下面這邊 還有就是它更新的速度是很快的 有沒有看到 immediate 不要等待 Don't wait for your copy message 也就是它會一直在update它的內容 那看 有時候這個要看那個 就是網路的延遲 或者是你的網路速度 如果你覺得怕會太佔那個空間 那你這裡也不夠 沒關係 那我們再往下 你看這裡 除了這個以外 它還會有一個叫前置詞 跟後墜 後面加盒 我們在這邊也許用不到 但是 老師問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 我要取得現在的溫度 我們只有數字 是一種方式 後面可不可以加上幾度 我的量度可不可以加上鋁牛米 這是固定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它的後墜 後墜這邊 是不是可以補進去 那如果是前置 我就可以再加上 現在溫度 或者你寫溫度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完整的字串 所以這個是前置詞跟後墜 那一樣的 下面有它的尺寸 跟顏色 這樣才可以 好 所以老師這個部分 你自己先設一下 我建議大家就是你可以 設好之後 記得我們這邊多一個斜線 你自己用哪一個主題 你自己決定 當然沒有也可以 沒有的話 就變成大家都只收這一個 只收這一個 那可能訊息比較多的時候 你會不要亂 所以我通常會用這樣 把它稍微去合開 OK 好 這樣第一種 我們的文字型的會不會冷 大家可以馬上來測試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測傳到T1 對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測一下 傳到T1的訊息給他 來 這裡 我一樣像這個頻道 但是我改成T1 接收這裡會改成T1 其實老實講 這邊有沒有接收都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是要手機去看到 對不對 好 現在我就停止再發布一下 好 來 我們看一下這裡 現在呢 這裡 按 按下綠色 外送 好 送出 有沒有變 這就過來了 其實你只要 投手跟補手 接得到 訊息就送不到 就這樣而已 現在就是 剩下的是不是要做判斷 所以我們就可以 針對我們收到的訊息 然後來看看 比如說這個數值高於多少 或低於多少 那我需要 比如說 發布 比如說一個LINE通知 通知 通知誰 類似像這樣 或者你要出現什麼警告訊息 還是圖片變什麼 都可以 所以老師先勸定一下 什麼 有人搞得這麼 這個 沒有放大 這樣 放大才看得到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個 Visory的這個 Visory的LINE還不錯 因為目前 我所看到的這種 就是 網路攝取機的 控制的 它有兩個特點 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用發出果准 放大縮小 這是別人看不到的 第二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 這樣切換很方便 即使我不想要兩個 同時都 打開 但是我可以透過這樣 直接切換 對啊 所以這個我線上教學 可能是教學 不會用這樣 我就可以同時看到 就是應該說 讓線上的同學 可以看到 現場同學 上課的狀況 讓他比較有一個參與感 不會覺得只有老師在現場 哈哈哈哈 好 請問這樣 有沒有都有收到這個 自己測試有沒有收到 有 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開燈關燈 因為剛剛看的是文字的 現在要來看的是 右手邊這種 開關式的 開關式的 我們來試看看 開關式的 一樣 麻煩你 就按個加號 按個加號 好 這個時候 我要做的 就是那個 SWITCH跟搭訊 這個 你把它點一下 好 一樣的 你的名字 有沒有 名字 跟你要接收的頻道 接收的頻道 你自己設定一下 剛剛 這裡有點歪歪的 這樣大家都要頭歪一點點 對 這樣比較正 所以 我的名稱 把它倒進去 好 那我就這個 打開給各位看 啊 好 好 複製一個 我另外也會有三票 沒有問題 編輯 好 你看我這邊 我是連到T處 這是我的第二個資訊 往第二個資訊 那麼 往下走 這裡都一樣 但是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 它不一樣的地方 跑出來的 好 因為我們是開關 所以 它內建的 預設值 開就是E 也就是說 MQTT 收到E的時候 它就會開 或者是應該說 我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傳送一個數值 叫做E 廣播出去 那我說 是0 就是關掉它就會傳送一個0 出去 如果你覺得這個數值要改 這裡可以改 這個 你這邊可以改 自己可以改 不一樣的內容 這樣了解 好 第二個 你可以選擇 用郭郭這種形式的 也可以純粹 只有色塊形式的 按鈕 顏色也可以改 顏色也可以改 好 那我補充一下就是 我們這個 APP 它有一個 我剛剛提到的 加密的部分 就是如果說 你的訊息 是需要加密的 這個軟體沒有 另外一個才有 另外一個軟體 另外一個APP 它是可以選擇 你的那個 MQTT的訊息 是不是加密的 這樣 這個沒有 好 請問這樣OK了嗎 好 那我們現在 可以囉 我就回到這邊 來 你看 我們剛剛傳送 一個到T1 對不對 那 如果 我待會兒 是不是要由這裡去控制 我就打開 我的這個LT燈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來接收 我來接收 從這個頻道 這裡 我從 這個先留著 我複製一份 好 好 剛剛是從T1接收 我現在是不是要從T2接收 T2接收 因為它會送1跟0 對吧 所以 我就 來看斷 邏輯 如果 怎樣 就一個簽一個就好 如果 我所接收到的訊息 收到的廣播訊息 從T2的 它會等於 我們的數字 1 那我就知道我的燈 我的LED燈 我要把它打開 這樣可以嗎 對 我又判斷這個數字嘛 而且它是來自T2的 那這個呢 我就把它複製一份 如果它等於0 我就知道 我的燈要關掉 關掉 關掉有兩種 你可以用這個 也可以射為黑色的 也可以 意思是一樣 好 來我執行一次 好 現在這樣子 你看 當我按下這裡 咦 啊 我的那個 我的MQTT的設定 跟這裡不一樣 等一下 我知道 一件事情了 這裡 因為我忘記了 這裡 是不是 需要開發板 才可以控制它 我現在沒有開發板 可不可以直接控制這個燈 不行喔 所以我需要一個 會不會丟用的開發板 告訴它 我現在用模擬器 那我從這裡 教室才可以 你有板子 還可以控制的 就是板子上的元件 好 來我重新執行一次喔 好 現在我從這邊 讓你一個 有沒有亮了 這裡亮了 再按一下 你看 是不是關了 雖然我是玩假的 假的也可以玩 因為沒差 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們只要收聽那個頻道 所以它只要收聽到那個頻道 通通都可以做 所以這樣你要遠端的 控制有沒有更容易 所以您就可以去試看看 所以您就可以去試看看 您就可以去試看看